好高兴 今晚见到大家 我今晚将会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The Power of Guilty 在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做一点点自我介绍 我叫Ben 我本身是一个Embedded Linux 的 developer 大大话话都做了十年 某程度上所谓Embedded Linux 和 Linux 有一个分别 就是将 Linux 放在电子 device 上去 因为最早的 Linux 应用程式是做伺服 后来又搞 desktop 搞一看有人觉得电子 device 尤其是 networking 的东西 都需要放进去 然后又搞这个题目出来 现在最成功的产品是做网络 十几期间有99%的网络 你见到Wireless 又好 不是Wireless 普通的网络 其实都是 Linux 的 另外就是 Vxwork 也曾经 Microsoft 自己出过网络 行 Windows CE 的 但据文应该只有他自己用 很有趣的 我去搞一下 我其中一个工作曾经做过 就是做 Qt 的 Sales Engine 但其实我不是 不可以卖操踢的 这个也有少少故事说的 就是话说我第一份工 然后突然间老板冲进你 Engine 房 问一句 喂 哪个 Qt 最厉害? 然后突然间什么同事指我出来 然后我跟他说 喂 我大学过一个整个网络 我只是写GtK Plus的 我写GtK Plus的 Qt 我从毕业到做工 返两年没写过了 然后他说 不要紧 你有写过 其中一个也没写过 他们的Cdo 你会来香港 你带他游香港吧 然后我第一次问他 香港有什么好人 我立即去问朋友 问什么 如何带外国人去游香港 最辛苦是那个时候 我现在也继续在做这行的 也继续在搞 另外我现在正在开发Mimeo 和N98的应用程式 我现在开发了两个应用程式 一个叫Fundview 一个叫PanPan Fundview是怎样呢 我少少时间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就是 下面你看到有几张图在这里 什么来的呢 就是Fundview 它有一个program 比如说你截了一张照片 有时你截了一张照片 比如说 如果有时你截了一张照片 有时你可能想 将个document寄贴 因为比如你在街上 突然间 我想将个document寄贴 然后有没有scanner 在身边 最方便是用手机去拍 但是手机拍的问题 就是说 你要对得正一正 其实是很困难的 有些人 我见过 这些program 就是做一个镜头架 让你放在那里 让你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这些program 我见过几个这样的program 而我呢 但是我觉得 我带出街 怎样带个假出街 你叫我家里 放在那里 不如带出街 这个scanner 算鬼数了 所以我发了一个program 就是 你截了一张照片 我的program 可以自己 detect 到里面的一张纸 按一张纸 按一个按针 它就会变成一个front view 一个正面拍下来的东西 如果你想将手机 把scanner 去用的话 就会变得方便很多 你不需要对着一张 大概这个角度 差不多了 你本身已经做到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PanPan 就是因为我嫌N98 它本身做筆记的这个功能 就被人赚了一点 手写的筆记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按针的程式出来 这个PanPan的人都很喜欢 但是反应来说 我的front view是好很多的 那我为什么会写这些application呢 因为其实现在来说 我现在做mobile的device 通常都写iPhone 或者Android多的 如果我写N98 最突然很简单 我自己需要 我觉得这些程式 muito是缺义的 我现在一直用 所以用Panуждdle可以 Handling 我觉得这件事不存在 我本身去写 在写之前 其实我不会考虑 能否赚钱 我 explored这个方法 完全没想到 incomplete 这个Panemen也想起来 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 我自己也会常用这些application 例如什么情况呢 刚刚评议 刚刚评议 刚刚刚评议 有高峰子 然后拍出一个按键 就變成分錄了 我可以上網給人去分享了 但我不知道這些會不會比較好 如果是經常這樣做的話 每次三文樓上機拍一拍 接著所有視頻已經上網了 本身進入少少正題 我想我介紹少少什麼QT 因為其實QT未必 我想開發者或多或少都會聽過什麼QT 但我想這裏作不是全民都是開發者 本身QT是一個cost platform的 application design framework 有一間叫做粗踢的公司去搞 就是瑞士公司 我見過她是CTO 我再去做她的導遊 這個cost platform 它有什麼功能呢? 最簡單 它一開始就是做GRI 本身就做Graphic 因為你本身說我要做一個跨平台的軟件 最繁體的就是GRI 每個平台都有自己一套GRI的系統 如果你說我每個平台要寫一次的話 其實是很痛苦的事 所以其實最初QT就是為了 OK 我有一個叫做GRI 我要做GRI 但是慢慢去extend它 就有很多feature 例如Style Sheet 我稍後再講一講 不如搞了Networking 因為如果Networking Library 都要Costpad 如果逐個搞的話 其實又會不一樣 因為Window和Linux 不是Mac Networking Library 又是不一樣的 本身 Database 做完最好 MultiFact 又去過個平台 不同的 MultiFact Videos Audio 播片 播聲音 做完 現在輕玩3D的Interview iPhone出了之後 iPhone 雖然很多介面都是2D 但其實它是搞3D的Processor 它跟它做一個這麼滑的介面 它也支援了 支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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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插槽 可以在你的程序上 embed your插槽上去 XML 可以寫上JavaScript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寫上JavaScript 扔到你程式下 可以 有些UnitaskMemore 電話 現在支援的平台 有什麼呢 最簡單 一開始就是Desktop Linux、Mindle和Mac 這三大主流平台 其實都已經支援了 本身 如果你要寫一個程式 Windows 或者先不要說Linux 你要寫一個程式 你的Windows 你要Mac行到的話 其實你數上很少 我所知 如果是免費開放的 WXWidget 和GDK WXWidget 都是可以 那套數很少 XUL XUL 要加Bowser 要Bowser 要Bowser到行 不是這條 不是XUL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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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WXWidget 其實我寫過 我覺得是有點噁心 WXWidget 因為它的設計 是跟Windows 調查一些信號的API 還要再舊 MFC 之前再遲很多 那種設計方法 所以很慘 TK 就是一套幾個 怎麼說呢 不是PK 只是很醜 TK 的UI做出來 是很醜 OPEC 歷史 是的 它本身來說 除了Desktop之外 譬如手機平台 Mimo Migo Symbian Windows E 本身這四個平台都支援 但Windows E 好像我沒有聽過 就是它做話 用QTA 不是 台灣有朋友 是真的這樣用的 除此以外 它還可以支援很多不同的 Embedded Embedded 就是電子電話上的 譬如偶像PDA 它最早期 第一個目標就是PDA 我當時做QTA 售貸的時候 其實就是推銷PDA 這個奶神 它是PDA的數目上 然後 在PDA 有些進化的東西 PNP PND 就是車的導航 VIP 本身 其實有某程度上 都是PDA演變出來的 那些東西 繼續打理這些 然後 接著 Setterbox 開始動用機頂後 現在已經有幾間公司 機頂盒 就已經用到QTA 剛剛 C 大陸 即是現在大陸 哪間企業 他們上個 兩個禮拜前 就開啟了 Setterbox 就用到QTA 而且會 embar一個 wrap kit 給別人寫一些wrap的application 上去 其實現在很流行 那些 device 越來流行 給別人去加一些application 傳統的電子 device 七出廠 就是這樣 不要加功能 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現在大家都開始想 一件事 是怎樣令到人 可以把那些 Value added的東西進去 但是如果 我叫你寫C 寫C++ 去你的電子 device 很難寫 你要製作一套 整體的SDK 否則有些人就說 你本來都傻了 不會理會的 但如果你有一個 wrap的platform 寫Drava script 我只是找一些做網站的人 現在做網站的人很多 更新 改一些東西 加一些限制 可能你多多幾個功能 export的cast 一些Drava script的功能 他就有接觸到Hardware 其實他很容易做得出來 本來是 所以那間中國的Proanda 我看他就是做這種打算 本來是 其實這個idea 我也想過 我一年次都已經這樣想過 他這樣想到 我也覺得 沒有任何出奇 本來 我看回QT裡面的workkit 我要加這件事 是很簡單的 我認識有個朋友的公司 其實都做了類似的事 另外也有人搞Digital Photo frame 數碼相框 數碼相框 數碼相框都有的 Samsung出了數碼相框 本來是用QT的 但是那隻數碼相框 就比較厲害 可以上網 或者Honkontrol 或者Failbar 很多功能的東西 他們都會放QT上去 最神奇的是 Samsung出過一隻雪櫃 是有QT的 網上也查到螢幕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地方買得到 那這個雪櫃其實是 放了一張照片上去的 本身 那就可以 是 那是否有Failbar 我沒有留意 細節 因為我覺得這個想法 有點浪費 這部相機在裡面 是這塊 就是想tack它 哦 可以